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怎么做的 崔永元回答说 我不行 上个月还参加别人的婚礼呢 就怕父亲挽着女儿的手 把她交给新郎手里了 谁家的女儿给别人崔永元都会哭 受不了这样的场面 特别难受 崔永元想将来把自己的女儿这样给别人 这个太难受了 崔永元都曾想过 是不是到这个环节 自己就会忽然失控 一拳把那人打倒 哈哈 鲁豫这时候问崔永元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婿呢 崔永元曾说过 就是那种我逗她 她也不会离开我女儿的那样的人 就是好女婿 哈哈 这时候崔永元说了一句 是不是老了 这时候 崔永元和冠家玩儿的不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